好 那麼今天開始 清明四天連假 其實上個禮拜就開始塞了 上個禮拜那個 因為很多人提前掃墓 所以那個高速公路就塞 一塌糊塗 因為紅柱就辦了一個青年營 我就看到蔡振元在臉書上說 時速只有10公里 20公里 後來我下午去了 下午就好多了 沒有人下午去掃 早上 我就問說蔡振元早上塞得怎麼樣 他說蔡振元那個課根本沒來 就連課都來不及上 塞成這個樣子 所以不是今天開始塞 那今天當然更塞了 更塞 你看塞得 水洩不通 另外清明節塞到炸裂 國道五路段直爆 有五個路段還是直爆 就雪碎那個路 高公局說午後再出發 也是 午後其實就好走多了 但是一般都是希望早一點 趕快去把祭祀拜完 一早就塞爆 有十大地雷段 這十大地雷段 比如說高架機場到楊梅 楊梅到頭份 彰化到岩埔 國一北向 元山到大華 國山中和到關西 後能到院裡 沙鹿到龍井 快關到民間 國五南 這到了南投了 國五南向南港性能到頭城 國石 東向 頂津性能到戀潮 這些十大塞車的路段 不想駕駛的人大概也都知道了 那第一天的國五算是暢通 雖然剛剛講有五個 有五個紙報 但是說還是 還是算 基本上算暢通 平常如果說不是假日的時候 走雪碎 所以從台北我走到 開到宜蘭那個地方去 大概四十分鐘就出雪碎了 四十分鐘到 塞的時候就 等於是不知道什麼時候了 因為是地震 是不是把車潮震走 因為很多人走雪碎 要從宜蘭到花蓮去 現在花蓮怎麼去 不能去了 去的人就少很多了 以前沒有這條路的時候 一到假日 我們的金山萬里是塞成一塌糊塗 因為到北海去 北海一周 對不對 有雪碎通了以後 花蓮沒通以後 很多人就到東部去了 所以這邊就紓解了很多 國五跟雪山碎的時候 非常的順暢 看了我都想在 明天都想去開去看看 國五南向叫他 掉了三層 掉三層應該還是不少才對 以前根本就 假日走都沒有辦法走 我有一次沒辦法的 走到一半 趁著一個路口 趕快掉 掉頭轉回來的不去了 那簡直是塞死人了 我們看一下 清明年假第一天 國道三號南下 發生九車連環狀 駕駛以及乘客全部下車 站在中央分隔島旁邊 等待拖吊車救援 一整排車佔用內側車道 一旁還有放置三角錐 提醒後方來車別錐撞上來 高公局即時影像 拍到整件事發過程 車流一度回堵超過三公里 4月4號早上6點多 國三南下台中龍井路段 汽車連環狀 警方調查 駕駛們沒有酒駕 出判是未保持安全車距 另外變換車道 應該提早打方向燈 連駕第一天狀況特別多 國一彰化系統一早就湧現車流 北上路段暢通 南下則是亮紅燈 時速都在40公里以下 各地即時影像接連曝光 官方統計西部不少路段都紫爆 是國道地雷路段 包括陽眉呼口 以及土城市林等範圍 早早就塞車大排長龍 路上交通堵住 機場也湧現人潮 因為搬機的位置也有限 所以有不少人 都是到這個機場來後衛 因為如果這邊飛機沒有的話 我就是要從那個什麼 台北到高雄再繞一圈 可是我老人家 真的對我來講 是真的很不方便 4月3號花蓮大地震 行車路不通 民眾要返鄉 跑到機場候補等機位 政府跟民眾都希望 航空公司加開航班 舒緩人潮 機場有加派人力協助民眾 操作機台 同時吊派班機 廉價碰上地震 讓交通大打節 好吧 塞塞塞塞塞 來小牛 這一次特別塞的原因 大概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因為地震 所以部分宜花東的旅客 所以剛剛講說 雖然這一週是清明廉價 但是很多人其實有把這一週 當成廉價 所以他出遊旅客是有的 剛剛前面我們有討論到 花東的觀光從七成變兩成 剩下的人他也不會因為說 我花東去不了 我就放棄出遊 不會 我還是會把握廉價 所以當然就往其他的景點 去移轉 就造成了西部交通壓力更大 所以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原因 第二個就是 因為這一次的高層仔 做得稍微嚴格 就是南下基本上都 全段都高層仔 今天早上 所以變得很多人是 昨天晚上出門 我要閃高層仔 一個人或兩個人要南下的時候 結果昨天晚上就塞爆了 昨天晚上我們在網路上看到 光是從中立到新竹 可以開兩個小時 平常是20分鐘的車程 才可以開兩個小時 所以從昨天 就一路塞到夜裡面 然後但是今天早上 我觀察的時候 是即便今天早上是有高層仔 對不起 還是一樣很塞 所以說總體來講 我覺得這個結構性的問題是 我不知道台灣的交通政策 是怎麼樣規劃的 把在地下人稠的地方 但是汽車好像是必須品一樣 我認為這從頭到尾 交通的邏輯是有問題的 你如果像美國一樣 地廣人稀 大家講公路主義 汽車主義 大家沒有問題 可是台灣是土地資源稀缺的地方 我們真的是學這一套 是適合的 可是現在的狀況就是 這個交通政策 已經搞了幾十年下去了 然後變得大家都非得要 沒有汽車就沒有腳一樣 真正好的輸運或什麼 難道不應該是更完整的 大眾運輸嗎 國內的航空 更多的高鐵的班次 高鐵佔了連外的公車接駁 這些東西其實你政府花一點 大的資源去投資 搞不好這個花了經費 搞不好還比幾條高速公路 跟北海捷運還小 我覺得台灣當然 因為開車成本很低 所以多數民眾都覺得 開車是最方便的 但是同時在假日的時候 尤其是這個清明廉假 可以說是今年最後一個 四天的廉假 所以我想很多人 他可能想趁這個機會 不管是出國 今天機場也是塞爆 高速公路當然一樣也是 所以各種的理由都有 我覺得如何去因應 當然我想過去也有提過 非常多的方式 但是一直以來我們在檢討 就是說台灣的這種交通設施 或者是我們的這種大眾運輸 如何讓民眾可以更方便的去選擇 而不是直接用開車這樣子 一個直信的思考 我覺得政府該做的就是 大眾交通運輸的部分 如何能夠讓大家能夠 更多的選擇 政長 這個可能這麼塞車 也跟地震有關係 震到讓大家有點懷疑人生這樣子 所以返鄉貪心 而且要趕快出門 記住 這也是好事 這現在倒是一個現象就是 我們到商場 冷冷清清 經常到商場冷冷清 但是到有一些公路塞車 機場塞機 大家都往外跑了 這個也是一個 這也是一個 這個我們的經濟上面的結構 也是有問題 沒錯 地震來 他就說還好 家在我還活著 趕快記住 祖先保重 保佑 舉重保佑這樣 不過我覺得剛剛小牛說的對 我覺得這個大眾交通 比方說像宜蘭 我們以前也都是朋友開車區 但現在後來發現 在台北市政府那個直達車 非常方便的時候 你就發現我就是搭 公共交通工具就好了 這樣一個整個車四五十個人 就是舒緩很多公路上面的 一些塞車 對 鴻衛 不過我覺得國道塞車 碰到連續假期 幾乎是永遠的噩夢 而且歷任的交通部長 都希望能夠解決 歷任 其實少說 現在這個交通部長 還沒有因為這個事情失言 以前過去光是失言的也很多 聰明的用路人 對 我就記得林佳龍 說要做個聰明的用路人 大家氣死了 說你沒有辦法解決塞車 你還告訴我們我們夠聰明 對 所以我覺得到現在為止 都無法解決 當然它有結構上的問題 另外就是說 如果既然那麼塞 看起來大家也沒有在景點 或者是在國旅投訴 所以就變成說 雖然有那麼 在假日那麼多人出現 我可以看到 我沒有在的 我會看到 有的 我會看到